北京光的这么一个故事 温哥华现在在下雨 它这个地方像是北京的七九八或上海的田字坊 它带给你的是一种生命的历史 淡淡的一层又一层的秘密光 神威 环球旅行家 作家 主持人 离开我们酒店呢 等会就要坐上半个小时的车 我们先到white house的室里头吃一顿午餐 这顿午餐其实我还挺期待的 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物资比较紧贵 所以说你会发现如果说你要吃到好的东西 其实是上天赋予的恩赐了 而同时吃完午餐 我们就要去到我们的能看极光的小木屋 听说这个小木屋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小木屋 也是当地的人它的居住的地方 现在我对它还没有太多的设想 但是今天晚上据说能看到非常美好的极光 其实我觉得好像在加拿大西北部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冬天有看冬天极光的时候 夏天有看夏天极光的时候 所以说无论你是冬天和夏天来 你都有可能能看到非常美的极光 当你到这一来之后 有可能呢你就会立刻发现心中最美的那个绿光了 然后我们还会有新客人的互动 所以这个是一直到年底 就像这样的一个呈现 所以等于虽然9月23号是一个这个就是促销的一个节点 但我们之后就还来一下 这个长冬款也很好经验了 所以中央的控场主要靠你们来 然后紧接着就猜声明 就是可能是为了 因为毕竟这个直播口 可能是为了跟外面的人 我不确定能不能有一批 到时候我们再去你说的相关的 会有一些拼头就是相应功能的一些 对 我想问就是我们 每拼就是实际上他体验就已经在那边 他是这样 我可以把你关掉 我也可以把这个功能是 这个功能是我们现在有一个 这份时候我们的绿细同时上面就最怕判断 这时候我们的绿细都会被人干涉 是谁呢 你这时候你可能出来的就是 哦 那我就干涉 10岁的时候体能就开始上来了 就可以跟着我长度发生了 所以今天开始我就带他去 我们就不外来可以可以走 我觉得人来这一趟旅行 他的体能挺厉害的 而且大人都已经转转 这个提察都过不来 对 但我好奇是他怎么培养一门读书 今天在飞行那个一直在看 对 对 对 因为他是场外主持人 他是我的帮腔 对 对 实在看不下去了 如果说这个你要说怎么就变成旅游节目了呢 但现在现在我们应该可以 我们应该变成育儿节目了 对啊 都在育儿节目了 其实这就是育儿节目了 你多大了 我比你想两次 你选哪个星座 你这回答的骗牛掰了 你俩人都不吃我盒子啊 我俩人都不知道 因为他多大是今天中午吃饭你说的 我不知道他多大 我只要应该是帮你做朋友 但你什么星座 鲎鸡牛子 能不能当 那我觉得正好是一小 对 好像不是说最好的 特别好 特别好 但是我在天 我一下飞机 然后出来就接待我的人 你说你看天上是极光 我说这一条线还没有飞机那个云好看 然后接下来凌晨两点钟他敲我们 他说你赶紧来看 然后当时我不是就睡觉吗 然后我就迷迷糊糊 然后穿上衣服一出来 我说这个是极光吗 他说你拿相机拍就好看 我一看相机确实很好看 结果有各种绿色 我刚刚看了他对你赶紧的时候 因为他第一部对院那些 其实那是咱们的国学 也会有很多的字是比较生气的 对 对 然后顾眼 这个字 然后他认识的 我自己赶紧 其实 我们要求一个意见 像我 梦想 就是我们理想都能收获 但是理想都能够满的 但是我这边还是习惯性 为十几个小时 不是 我再加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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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敲门 想说这咱俩大喜的 这就是可吃饭了是吗 我们已经到了玉空地区 看极光最好的地方 现在我们跟我的小伙伴们 刚刚才彩排完 今天晚上我们要阅读一本书 在极光下面去感受这种阅读的美好 但是我们彩排完了之后 神威就会非常兴奋地奔出来 呼吸这里的绿色的清新的空气 同时间我希望能发现一些小动物 因为据说这个玉空地区 尤其White House这个地区 最多的一个是麋鹿 第二个是白虎 然后有可能还会遇到黑熊 当然北极熊可能就没机会看到了 但是无论是遇到什么动物 哪怕看到小松鼠 也是我们这种生活在城市里的人 很难得地遇到的一种 非常接近大自然的一种体验 神威我们要去哪 我们现在要去找狐狸 据说这边有白虎 然后白虎也是我特别喜爱的 一个女作家琼瑶 她底下有一个跟白虎有关的故事 叫梅花三弄 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比梅花三弄发生的地方 要每上一千万倍的地方 所以看着这么一片白花梨 嫩黄色的叶子 顺着这条路走下去 如果说能看到狐狸是惊喜 如果看到松鼠呢 也是一种亲近大自然的方式 走开镜了 没有觉得很好玩啊 就拍一些互相拍照的 叔叔怎么你这么不确定 好好好 已经开始拍了 开始了吗 对 你还要把你拍到太多数 你就不手机拍照模式 好 很好 你不要摸我 相机拍不到 又下去了 没有 好 好 好 玩了 你看他在吃东西 能看到没 吃东西 你 你车帮你拍一些 是不是感觉到都呼吸到的新鲜空气啊 好像都完全不一样了 不管旁边的绿色的棕树 还是黄色的画树 全都在这种空旷的草地上面 显示出它们生机勃勃的生命 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在想 如果说我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会不会感到高利 还是说我会用全身心的各种触觉感觉 去营造自己的生命 因为这里是充满了想象力的 对于生命来说 我会说当你旅行看到秋天 能看到各种生机勃勃 尤其它们即将进入到冬眠状态 它带给你的是一种生命的力量 明镜需要 原厅力量 那边 今天 大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到这边还有来的一些从别的中国来的客人 到时候我想去跟他们聊一聊 看他们为什么他们选择来这边看激光 并且为什么来到这个小屋 也希望看看他们对激光有什么样的期待 可以吗 哈喽 可以进来吗 可以的 放电话进来吧 好 你好 你好 我叫什么 你好 你不会姓 我姓张 张 张先生你们是一家吗 对 是一家 我一家 因为正好看到我们在这边拍激光 看到你们也在这边 我想问一下你们 为什么知道这个地方 9月份可以看激光 这个也是从网上 然后还有朋友介绍 他的朋友 就是他们就是居民的生活 对我们华人来说还是蛮有吸引力的 是什么华船比赛吗 不是就是他们跑步啊然后接力啊什么 反正像类似马拉松的一个比较 对 他有18个小时了 他是一早从那个 Holy Camry里有一个小学出发 然后也是在这个Powl Creek一个区 是不是很开心啊 就是说我们能在外地 在这个外 算是都不是外乡了 外国 然后遇到一个我们根本就 根本就想都没想过要来这个的地方 居然还能碰到这个从中国一起来的朋友 一起来的客人 然后大家为了一样的梦想一样的心愿 希望能在下日看到激光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这边正在等激光 当然这个激光呢也跟大家说了嘛 其实激光出来还是要靠点运气的 可是上一次我们在Yellow Knife给大家看激光的时候呢 其实没有一个像Rick这么好的摄影师跟着我一起 但是我拿着我的手机和我的微单也为大家录下了一些 当时我眼睛中看到的世界 可是现在呢 我们虽然说有Rick这么好的一个摄影师在这边 但是我们看不到激光 今天晚上看不到没关系 一来我们会继续等下去 现在是看一下 现在是一点差四分 如果说我们两点钟还没看到呢 我们今天先好好睡一觉 明天呢我们可能还会再过来一次 再好好的去看一下 反正我们会在这里待三天嘛 如果说我们能在这三天之内看到一次激光 就一定是非常好的 也是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非常值得幸运的事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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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